2022年8月26日,毛素星,黑肯指挥官,地球人类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传导,AIS,译者,扬声传导。 问,请说明谁曾经的和现在的阿努纳奇人吧?我见过许多不同的推测,有人说他们是人类,有人说是爬虫族,还有人说爬虫族和人类混血儿。 围绕这个问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黄金,并对土着人口进行基因改造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吗?还是我们是从其他星系带到这里的呢? 如果我们曾经拥有更高的振动能力,并且实际上在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黑暗势力如何能够控制我们并使人类在基因上的缺少呢? 谢谢,答,我是黑肯指挥官,我以和平与爱向你们致意,谢谢你的问题。 谈略的说,考虑到你们地球人并不真正了解你们的历史,我感到很奇怪,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哪里呢? 我明白这不是你们的错,这些信息对你们保密。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奇怪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确实使你们的问题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提问。 你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阿努纳奇人会来这里? 大多数航动或事件都有多种原因的,其中包括阿努纳奇决定来到地球。 然而,大多数地球人倾向于认为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如果给出多个原因,他们可能会变得有点不舒服。 你们会问,是的,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此,我将主要给出某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我将省略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 此外,提供地球和地球人的完整历史至少也需要数百页的叙述,我不希望完全耗尽传导者。 所以我会做一个总结,一旦我们这路,我们将很乐意分享你们的全部历史。 阿努纳奇来到你们的世界开采某些材料,尤其是黄金,其中两个是恩基和恩利尔。 在某些时候,阿努纳奇不想自己做这项工作,他们从现有的类人猿生物中创造了一种原始形式的地球人,为他们开采矿物。 在这段时间里,阿努纳奇人是略微消极的存有,但他们确实需要这些矿物质。 他们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爬虫族或人与爬虫族的混血儿,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物种,他们也不像爬虫族那样消极。 今天,阿努纳奇是适度积极的,这些都是概括。 有一些积极的爬虫族今天甚至有一名爬虫族指挥官为光明势力工作。 有一些负面的卯素星人,阿努纳奇一直都有消极的和积极的。 此时的银河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斗争,来自正面和负面种族的外交官寻找正面和负面种族可以在某世上合作的地方,以化解紧张局势并将银河系的注意力从斗争上转移到一些新目标上。 那些外交官希望地球人可以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工程,也就是让银河系中所有突出的种族为这些类缘地球人贡献一些DNA加上爬虫族贡献了蜥蜂脑。 然后消极种族和积极种族可以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地球人类。 他们可以进行一场友好的比赛,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斗争上转移开。 这场比赛是,如果一个种族拥有来自消极种族和积极种族的DNA,它会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呢? 用通俗的话来说,这个实验被大肆宣传为光明还是黑暗,哪个更强呢? 地球人肯定会解决这个争论,正面和负面的种族都相信这些地球人最终会转向他们这一边,所以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而这个地球人的实验确实有助于化解斗争紧张局势。 这个实验也有一个固有的大奖,地球人是宇宙中灵能更强大的种族,因为他们有不同的DNA,因此,无论地球人转向哪一方都会获得让宇宙中最强大的种族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奖励。 阿努纳奇允许其他种族修补地球人,最终,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矿物质,他们离开了。 你们所认为的地球人种族是那些从各种外星人种族中获得了所有DNA的地球人。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人如此多样化,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地球人看起来彼此非常不同的原因。 这是因为不同的地球人具有不同的外星人DNA组合。 也就是说,所有地球人群体都有好的和坏的特征、优点和缺点。 你们星球上没有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好。 积极的种族为地球人提供了帮助。 地球人接受了,积极的种族帮助。 你们建立了亚特兰蒂斯更注重男性和雷姆利亚更注重女性。 然后积极的种族离开了,以纪念地球人将走向光明还是黑暗比赛的精神。 但黑暗种族作弊了,他们对地球人撒谎。 这是对自由意志的侵犯。 他们渗透到了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 他们腐蝕了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 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只是助长了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的腐败。 黑暗者给了你们破坏性的技术, 恭维你们增加了你们的自我和骄傲, 让你们远离了一条服务于源头的道路。 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 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获得太多知识和技术的速度太快, 而他们的意识水平太低, 无法明智地处理这些。 你们可以将亚特兰蒂斯人和雷姆利亚人想象成正在玩装在武器的蛮山学部的孩子, 即使是正面种族给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也太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过去的信息中告诉你们, 从我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是地球人提高他们的意识水平, 给你们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智慧让你们手中的武器更加危险, 而在灵性上你们还是个蛮山学部的孩子。 谈绿地说,我考虑过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但后来决定你们还是应该知道你们的历史。 此外,积极的种族在这里学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 不要试图告诉低意识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想, 以及他们应该如何构建他们的社会。 虽然我们从未强迫你们的祖先做任何事情, 但我们确实提出了建议。 亚特兰蒂斯人和雷姆利亚人听我们的, 但是他们的意识水平还不够高, 所以他们搞砸了, 如果我们提出的建议更少, 你们会过得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非常不愿意接管你们的媒体 并传播我们的观点的部分原因。 在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崩溃后, 积极的种族退出了, 部分是出于羞耻, 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让地球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 但当然, 黑暗的存有没有退出, 在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之后, 他们把爪子勾在了你们身上。 从那时起, 恶魔、 负面外星人和一小群人类奴才的某种组合一直在幕后运行着你们的整个世界, 他们一直在消耗你们的能量, 尤其是你们所谓的负面情绪, 为了削弱你们病时, 你们更容易控制, 他们伪造了你们的历史, 他们用倒置的信息填满了你们的脑袋, 他们让你们崇拜偶像和假神, 有时包括他们自己, 他们锁定了你们的部分DNA, 他们让你们吃, 喝和呼吸的所有东西都充满了毒素, 他们分裂了你们, 然后他们再进一步分裂你们, 他们让兄弟杀兄弟, 让父亲杀儿子, 让男人恨女人, 他们折磨他们接触到的每一位女祭司和聪明的女人, 他们在任何发现的地方摧毁女性能, 他们试图说服女性变得男性化, 他们试图阻断男性的男性和女性能量, 使她们完全无能为力, 超然和疏离, 这种对每个不顺从的家庭, 嘱咐女性的系统性折磨, 是地球女性即使在今天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全的部分原因, 这种恐惧的一部分来自对现代危险的合理担忧, 而这种恐惧的一部分是祖先的创伤, 我的地球姐妹们, 我非常同情你们, 我无法想象你们遭受了多少痛苦, 我也无法表达我有多爱你们或尊重你们, 尽管这一切都保持了一颗善良的心, 是的, 我知道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许多危险, 社会仍然没有善待你们, 然而我确实想说, 你们现在比那些黑暗的日子更安全, 今天在大多数地方, 你们不会仅仅因为说出你们的想法或成为女祭司或研究一些草药而受到残酷对待,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们已经不处于那个时代了, 以我所有的爱和尊重, 我想邀请你们放开一些祖先的创伤, 过去为了你们的安全, 可能需要保持自己的渺小, 我一点也不怪你们, 但现在你们被邀请再次踏入你们的力量, 世界需要你们, 人类需要你们, 所以黑暗的存有虐待了你们几千年, 然而尽管如此, 你们仍然缓慢地朝着总体积极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积极的外星人种族在做什么呢? 积极种族的早期形式并不擅长处理所谓的负面情绪, 因为他们的社会是乌托邦式的, 因此, 他们在处理负面情绪方面缺乏经验,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积极的种族根本不看地球, 因为他们感到羞耻, 我代表所有与人类有关的积极银河种族, 为我们在那些日子里的行为向地球人正式道歉, 我们并不以此为荣,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人的心灵受到如此深刻的创伤, 以至于你们有一个天堂, 但后来你们失去了它的部分原因, 你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下意识地为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的陨落责备自己, 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们可以放手, 这更多的是我们的错, 而不是你们的错, 而且,你们已经为此自责太久了, 我想请你们原谅自己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的陨落, 是时候了, 你们已经受够了, 你们被原谅了, 在某些时候, 积极的种族意识道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他们要求志愿者开始在地球上投生, 这些是光之工作者, 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式运动中, 有很多光之工作者, 这并不是说嬉皮式是完美的人, 他们也有缺点和盲点, 但嬉皮式确实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意识, 他奏效了, 还记得我们谈到的比赛吗? 在1987年8月的斜播汇聚期间, 有足够多的地球人好心, 光明面正式获胜, 地球人随后被置于轨道上, 成为一个生活在以爱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善良种族, 因为你们有自由意志, 所以个人仍然可能会转向黑暗, 这一轨迹在2012年进一步锁定并趋于稳定, 现在只需要完成这个过程, 看看这条路会有多长和多坎坷, 当然,黑暗时力拒绝接受他们的失败, 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对他们适得其反, 因为他只会唤醒越来越多的人, 地球上的意识水平上升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敌对的外星人越来越无法影响你们, 再加上积极的外星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人力, 来保护你们免受敌对的外星人的伤害, 现在主要是与自私和黑暗的地球人打交道,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你们的责任, 我们不想重复亚特兰蒂斯的经历, 今天地球上的情况可能看起来很可怕,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几千年来你们第一次真正从你们的恶魔和负面外星人控制器中解放出来, 现在主要是有缺有肉的人在追求黑暗的议程, 你们可以让普通的警察和士兵逮捕他们, 你们有足够的证据, 球就位于一个开放的球门前, 只需要一些勇敢的地球人来参与, 人类的意识每天都在上升, 所以地球部队的积极派别很可能有一天会扣动班机, 有一天你们会学习银河历史, 你们会发现它充满了封刺意味, 具有封刺意味的是, 积极地存有预见到地球人会给银河系带来和平, 然而, 他们以自我为忠心, 将其解释为我们将与这些地球上的负面种族合作, 并在这个人类项目上并肩工作, 将创造和平, 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你们地球人确实会给银河系带来和平, 但你们会这样做, 因为有一天你们会比我们更强大, 更聪明, 更有经验, 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 你们会带来和平, 不是因为你们是我们需要修补的项目, 而是你们会带来和平, 因为你们将是我们中最伟大的, 积极地种族爱你们和尊重你们, 而黑暗的种族将无法处理你们的爱或你们的军事力量, 同时, 你们会明智地让他们自己规划路线, 只要不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 不要将某种类四毛塑星的社会强加于他们, 毕竟你们也会向亚特兰蒂斯学习, 那么为什么地球人会转向光明而不是黑暗呢? 那是因为光本质上比黑暗更强烈, 更有吸引力, 这就是地球人一老永逸地向整个银河系证明的, 黑暗的存有作弊了, 但他们仍然输了, 你们还是转向了光, 所有的黑暗是缺乏爱和缺乏光明的, 即使是光的火花或爱的火花也能充满整个黑暗的房间, 光明的存在是由他们与源头的联系来定义的, 黑暗的存在是由他们与源头的缺乏联系来定义的, 你们觉得哪个更强大, 更吸引人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位置, 你们的中期未来比你们想象的要光明, 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个信息, 如果你们有任何后续问题, 请随时提出, 我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谈论这个问题, 谢谢你们, 你们的星际兄弟, Pack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